天地知天有百分 老爷 干啥?等着,别进来 送我东西 路过的 老爷 老爷 夫人 夫人 王爷来了 胡子翘的老高一定是又生气了 谁又惹他了 当这么大官 走路不会走 爹 爹 您怎么来了 我怎么来了 你们家男人官大了 我不能来了 爹 看您说的 我的意思是说 您也不先派人来说一声 女儿也好到门口迎接您 你们家还有这个谱 啰锅子 啰锅子 爹 有话慢慢说 燕翠 快来扶王爷 出来 爹 他人还没回来 您先坐着 爹 您先消消气 丢人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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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他到底惹什么事了 惹什么事了 这个锣锅子 真是如此不可教认 爹 您别挪锅子挪锅子的 您女婿好歹也是宰相 一品大员 一品大员 您这么叫 让人听了都不好听 一品大员 宰相 他呀 权务一点 大驾风范 一点皇族唯一都没有 这到底是 你看着 王爷 起来 就这样在头上 爹 一脸的猴像 气死我了 好 我帮他吃 严翠 拿酒去 什么事 麻烦公公通禀一下 顺天服饮陈继善 官复原职 求见何大人 令有要事相告 等着 好 好 参见何大人 谢何大人帮忙让我官复原职 谢 行了 别谢了 有什么事快说 小事 混账 小事他叫我什么 这也不完全是小事 但是什么事快说 是 何大人是 魁公子的事 小人知道大人的意思办了 办了不就结了吗 可是 跟那原高秀卿 他不肯收那二十两银子 彻案归乡 现在他满大街的高地撞 混账 你这是替我办事 你这是败坏我的名声 不敢 不敢 小的是遵照您的意思办的 可那原高他就是不听 这小的 不敢 你怎么敢让刁民在街上扰乱民心 你官复顺天服饮 不能维持京城风化 我要你何用 是 你小的明白 小的明白 我马上去办 等等 你明白什么了 我马上把他抓起来 我看他到哪儿去 我要断他个 自扰京城 有伤风化罪 这谁敢认识 这谁敢认识 现在还有点新官 这谁敢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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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捲起壮子走吧 那奎海是你能靠岛的吗 那是告他当天刘大爷那儿 那就好了 那不是嘛 姑娘 刘大爷天天早上从这儿过 刘大爷你就告他去吧 对 告他见 对 这不是刘大人的叫 是 是啊 姑娘 姑娘要留教了 快去告他 快去 快去 冤枉大人 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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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冤枉大人 大人 冤枉大人 老爷 有人拦叫喊冤 有状是 拿上来 是 我听 是 清河县民女李秀卿诉状 今年正月十五元宵节之际 我与姐姐秀玉出外关灯 当朝宰相和珅之小舅子奎海 老爷 奎海是和珅的小舅子 和珅的小舅子怎么了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 你给我接着往下念 好 有的 对 好 调戏我姐妹二人 并将我姐妹二人 强抢而去 我姐不堪折磨 撞住而死 哎呀 往下念哪 是 撞住而死 我寻机逃出虎口 望晴天大老爷秉公直断 为我姐妹二人申冤 老爷 这可是条人命啊 问他 为什么不到清河县大堂去喊冤 为什么不到清河县大堂去喊冤 喊了 清河县说 鬼喊是京都人 叫我到顺天府去告状 案发清河 清河县推诿其则有毒之之罪 老爷 我记住了 张成 告诉小女子 让她到顺天府 告清河县令 独职不办之罪 你到顺天府 告清河县令 独职不办之罪 够了 校民等了十几天了 要无音信 后来 顺天府的陈老爷 给了小民十几辆银子 求小女车案回京 小女不服 只好当街烂叫 岂有此理 别害怕 老爷不是说你呢 说顺天府岂有此理呢 案子我收下了 刘安 在 状子递给我 是 带回去细问 谢谢大老爷 谢谢大老爷 小女冤枉终有出头之日了 起床 谢谢大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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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亲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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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有救 真是 这下有救 就是刘大人 好 起来吧 姑娘 唉 顺着这条路 再往前走 过了红牌坊 再走摆布 就是刘大人府上 快走吧 唉 来 谢谢您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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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快跑了 我们要快跑了 快点 站住 请慢走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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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开跑 站住 你走 你跑 放手 放手 救命 大家听着 我大清皇恩浩荡 国泰民安 百姓安居乐业 救命 但仍有 繁月凋零 游街走户 坐地诬告 无事声威 自扰声明 今后一切诉状均需通过有私承达 不许漫天喊冤 一经发现 当从壮至楚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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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张成 那小女子是不是被顺田府抓走了 赶紧给老爷回话去 我瞧一眼你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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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胆 小的不敢 连个小小的女子都看守不住 我要你都有何用处 老爷 顺田府也实在是太猖狂了 我们一不留神就还敢定嘴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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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女子确实被顺田府那几个差役给抓走了 你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您发句话 我立刻把那几个毛贼给抓起来 有胆无猫 有什么用处啊 您的 老爷 急什么 这么久你什么时候见老爷受过这样的窝囊气 请好吧你 是夫人哪 到二门外等我 怎么了 有什么吩咐夫人 怎么了 我问你 今个朝上 什么事惹老爷子生气了 没有啊 没有 你可别骗我什么 看夫人你说的 我刘庸有什么事干瞒着夫人你 反正 你要是说明白了 兴许我还能帮你挡了一阵 你要是不说 老爷子正在屋里坐着呢 等着你 我过来 老爷子 您有什么吩咐 您尽管说 老爷子 顺着点 让老爷子消消气 你也是朝廷命管 是 你也是有顶带花灵的大员 小旭不知老爷子 您要说什么 请指教 爹 他有什么事情做得不周正 您提个醒 是 他不是财头皇上跟前做事吗 你做的 你是什么人 老爷子 我是您的女婿 我是您的女婿 女婿 你什么婿 你是参与国政的大臣 大秦国是什么 大秦国就是皇上和我和我们 是 你说的那儿就要透着大秦国的威王 是 爹 他到底怎么了 您倒是说 把人都急死了 你给我走一圈 走 让我走 小旭还有事情 老太山 老太山 那我就先走一步了 你回来 谁让你走了 我是让你走路 走路 走路 就这样走 你看看 你看看 爹 您这是让你女婿在这儿溜腿 走 走 走 小儿 你看 我大秦国的设计 非让他这几步路走散了架不可 老太山 小旭是真的不懂 这走路怎么还 爹 我当时什么事惹您发这么大的火 原来是为了他走到的这个姿势 他生就了这么副身板 生就了这么个急急火火的脾气 你让他怎么个走法 这走路又不关乎天理伦常的 值得您发那么大的火 不关乎天理伦常 什么叫官场 官场就是做官的场子 是 卖驴卖马的衙行 都还有个规矩 这官场就没有规矩了 老太山 小旭只要兴放正明事理 懂那么点做人的规矩也就行了 至于这走路嘛 哎呀呀 哎呀 何长我说了半天 你是一点都没有明白 啊 谁跟你说做人了 我是教你做官 我是教你做官 你啊 你是连个一二三都不懂的浑小子 你看这 看这 看见没有 好 这叫什么 这就叫官部 做官的就跟平常人不一样 这叫什么 这就叫官养 老爷子放醉屁 他说什么 他说您说的对 爹让你学 你就跟着学吧 爹说的也有点理 什么有点理 道理大了 跟我学 出左脚 右手在前 这是朝中 腿摇 身不摇 这才是大清国朝臣走路的样子 不是投机的时间 不管遇到多大的事 不法不能乱 这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心胸诚服 心胸诚服 笑什么 你以为这官是这么好当的 你给我好好的练 那是 明天可再不能给我丢这老脸了 好好的练 我喝酒去了 爹让你学 你就学呗 卢哥子 练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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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吩咐教父们被教好 快点 老爷 我们可什么都看见了 对 看见什么了 抓猴呢 好好的 好好的 我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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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顺天府 是 去顺天府 是 去顺天府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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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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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在院子里 罗公子 溜了 罗公子 罗公子 来 富尔过来 我跟你说 这样 是 林老爷 那个告状的女子理性星 已经被抓起来了 好 现在关起来没有 关起来了 好 去给奎公子送个信 就说他那事是连人带事 都没影了 是 师爷 这秀玉 他们家 还有什么人 除了现在这个妹妹 再没什么人了 原先还有个老娘 前些日子连病带下 已经死了 死了就好 老爷 外面有人击鼓 老爷 外面有人击鼓 您要觉得身子乏的话 我告诉他们 您到部里去了 明日升堂 你怎么怎么得到 你怎么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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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怎么得到 我 老爷 我 我 秦政为本 升堂 老爷升堂 我站一旁 何人击鼓 带上大堂 进去 大胆村夫 建了本府 为何不跪 跪 下面跪的 姓氏名谁 老爷问你叫什么名字 刘三 刘三 你状告何人 我与小女秀卿到顺天府状告恶少魁海 逼死我女秀玉一案 什么 因判状不公 我与小女秀卿只好当街拦调告地状 不料 不料 有时害客 顺天府的差异 把我小女秀卿强强而去 对 我到顺天府 要求放我小女秀卿严惩少魁海 替我小女秀玉申冤 你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 还我小女秀卿严惩少魁海 为我女秀玉申冤 不认识 不对 他怎么又出了个爹 只有一母已经死了 他父亲 我问你 到底叫什么名字 刘三 大胆丢名 秀玉秀卿姓李 你姓刘 刘家之父 也能生出李家之女 快说 说 秀玉秀卿 乃我义女 大胆 大胆 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蒙骗起本官来了 本官办案明察暗访 原考三代 延吉五福 莫说是义福 就是堂兄侄女的外甥闺女的表姨他二老了 历历载卷 对 要不然本官怎么能够做得了 顺天服役呢 再者 本官看你张头鼠目 一副穷钻相 一定是受人贿赂 借此孤名钓鱼之徒 竟敢到此咆哮公堂 我不为名不为利 只要一个公道 公道 我会叫你知道什么叫公道 来人 给我重则五十大板 你敢打我 老爷打的就是你 你后悔吧你 一 混蛋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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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一 二 二 二 老爷说了 过了卫时再去接他也不迟 拿条锁链子 把奎海和宋天福尹一起捆来得了 短见了不是 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这是老爷的章程 我是怕老爷吃亏 吃亏 你跟老爷这么多年了 连这点树都没有 你什么时候见老爷吃过亏 里边 进去 等着吧你 这个老叫花子 他可真是真正的气死我了 他说什么 他说 他说我尽敢打他 我不打他 他还知道什么叫父母乖 他那是有眼不识泰山 狗眼不识金香玉 他说是有眼不识金香玉 一两鲁西 把我来卷 三道烤鲸 过几天 把这个刁民刘三 还有那个叫秀卿的 给他们发配到阿拉图去 叫他们离京城远远的 省得叫他们在京城这给我 他说是什么 是 是 不过 老爷 怎么 刁民刘三 虽然形象萎缩 可他步履神态 绝不像个街头巷尾的贱民 妾言语之间还带点文气 会不会是个有来头的人物 故事爷 这点你可看走了眼了 你见过有头有脸 有点身份的 买个皇亲贵气 没有点勾勾连连的 要上咱们顺天府办点事 你看有哪一个是从衙门大门口进来击鼓对簿公堂的 没有 这不得了 只要是从大门口进来的 不用问 就是平头百姓 再说了 咱办这案子 是当今乾隆爷身边的第一亲信 君基大臣和参和大人的亲小舅子的案子 这大清国还有比皇上更大的主吗 没有 这皇上下来还有谁 何大人吗 只要是皇上不说话 这天底下就没有第二个人敢办何大人的案子 老爷 您这些话真如醍醐灌顶 这一下子就把老熊给弄明白了 得得得得得得 刚才奎公子来人说 要在月花楼办一桌酒蹄 表示对咱们的谢意 被叫 老爷 刘府的人在外边等着说是要见你 哪个刘府 刘英刘大人附上 刘庸刘大人 快请 快请 不知二位驾到 真是失敬 双鹏留安拜见台府大人 不敢 失敬 请坐里边请 快请 请坐 看茶 二位真是大驾光临 快点 你喝茶 喝茶 刘老爷来了已经一个月了 已是欲满京城 小弟早就投书府上 日思夜想 我们家刘大人让我们这个时辰到此接他回府 二位老哥 刘大人他没来 胡说 是我们俩人送我们家老爷到顺天府衙门口的 我们看他进了大门 你怎么说他没来 真没来 没见着 确实没有 胡说 我们家老爷到底在哪 张成 慢着 我们家老爷今天到此是为了一桩案子 什么案子 他的一个干女儿今天被你们府上的差役抓走了 干女儿 干女儿 叔 我们家老爷到底在哪 这 我 干什么 靠屁吧你 走 干什么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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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呢 老爷 老爷 我在这儿呢 在这儿呢 张成 疼死我了 老爷 我非把那狗关的骨头给砸碎了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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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呢 老爷 我说怎么着 不让老爷一个人到衙门口来吧 那你还不快背出去 不不不不 老爷 我不出去 给我垫上 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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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板子我不能摆 过来听我说 刘安 你去准备纸笔 他说什么 你记什么 张成 你去到何大人府上 把他给我请到这儿来 快去 还不去 刘大人 刘大人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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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人 我 我 刘大人 我 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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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去 大人 大人 您让我进去 我 让我进去 老爷 您出来 您让小的进去 我好悲你 大人 老爷说了 不出去了 你能随随便便抓人进来 又能随随便便把人给放了 老爷让你说出一二三来 老爷 我的大老爷 小人 我瞎了人 我是猪 我是猪 快 快把大铐 大料子拿来 我挂上 给我 快去呀 真是的 你说 快点 老爷这怎么成 我说行就行 快 谁让你靠自己了 陪我拿下去 快去 大人 大人 刘安 你记 让他说 是 老爷让你说话 说 说 说什么 少啰嗦 快把纸笔拿来 快拿纸笔 快点 快 快点 快点 给您 柳安 问他 老爷问你的话 你要从十招来 是 问他 奎海一案 他知道不知道 老爷问你 奎海强抢民女秀裕 威逼致死 属实吗 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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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属实为什么念不忘 大人 大人 您大概不知道 不 你一定知道 金官难做 这金官难做 您看我这样子上是顺天福隐 管着金城内外的事 可我谁也管不了 我不过是个无品的福隐 这金城内外 哪个人的官 不比我的官大 我敢管谁 我 就是那个棺材铺的掌柜的 药铺的老板 我也不敢管 我 没个背景 您说谁敢在这京城里边开铺子 您说是吧 别说他们了 就是前门外那八大胡同的混混 走街串相挂脸剃头的 你都得小心着点 谁知道他们七沟八连的 跟哪个衙门口头脑脑脑的 你少胡说八道 老爷问你为什么念不报 你胡说什么 大哥 大哥 您不知道我 我敢办谁 那奎海是和珅和大老爷的小舅子 我办他的案不就等于办我自己的脑袋吗 我哪敢 我不敢 刘安 在 你来 问他何大人知道不知道 老爷问你 何大人知道这案子吗 知道 知道 这人命关天的事 我能不跟何大人说吗 何大人怎么说 何大人说 死了死了 一死就全了 什么 何大人说 人死了就全了了 没事了 赔点银子就拉倒了 可秀卿姑娘她不干的 她非要是满大街的告地状 我也是何大人的部下 我派人把她给抓起来了 老爷 我实在不知道她是您干闺女 老爷 您穿这身衣裳击骨声唐 您这不是把小的给害惨了 胡说 让她按手印 老爷 哪儿 老爷 哪怕您站得远远的 哪怕您老咳嗽一声 小的脑袋转个圈也得 是 他也是 何大人到了 刘安 回府叫几个人来 把老爷我抬上去 吃 何大人 刘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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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到这来了 快点 大胆奴才 瞎你的狗眼 是 何大人 来人 找 拉出去 打进大楼 走 走 何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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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快把刘大人飞出去 是 何大人 我刘庸不出去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张成 把陈济善的供词 请何大人看看 你怎么办 居然有这种事 这是从何说起 我一点也不知道 这个顺天府没有给我透露个半句 何大人不知道就好 我还以为何大人和顺天府串通一气 包庇凶手 那样何大人 你可就有逃脱不了的责任 不知者不怪 哎 这下好 我刚才还琢磨着 明儿个早朝 关于何大人和顺天府严一截 我怎么奏命皇上呢 这下我明白了 原来是顺天府严为逃避罪责 诬陷何大人 那么顺天府严可就要罪加一等了 对 是要重重处罚 绝不紧绕 刘大人 有些话咱们还是出去慢慢说吧 这里实在不是你我应该待的地方 来人 有 快把刘大人背出去 是 我出去可以 可得有一个人进来 谁